人家轮经典转身场景 醉虐心为大唐荣耀 李畜痛在心里 在一些电视剧当中 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 无过于哭戏笑戏 以及转身场景等等 这些场面是比较经典的 也可能会成为 这部剧的转折点之一 而我们今天要讨论 就是人家轮的经典转身场景 通过六年的时间 他拍摄了一部部经典的作品 大部分都是以古装为主 尤其是在早期出道的时候 他拍摄了通天敌人节 大唐荣耀和白蛇传说这三部 好多经典转身场景 通过这一组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 之前的电视剧 有很多的转身场景 最新的可以看到的是 在木白手的转身场景 在这么多的场景当中 人家轮的每一个角色和每一个转身力度 都是不一样的 这对于剧本也有一定的要求 于是人家轮在琢磨之后 把这个角色赋予灵活灵现的感觉 大唐荣耀 醉虐心 这部电视剧是人家轮跟景田合作的 两个人在其中的演技是蛮不错的 除了有裂痕之外 两个人也有撒糖的部分 总的来说 这部电视剧有存在最虐心的情况 比如说李处在国家责任面前 选择放弃了珍珠 在这个场景尽头 还特地把人家轮的眼睛 和景田的眼睛戏份扩大 这样对比起来 这部电视剧是最为虐心的 李处这个角色很鲜 这个角色在早期的时候 是特别喜欢珍珠这个女人 并且承诺要跟她过一生一世的生活 可是后面国家众人在前 她只能选择国家这一部分 她是没有办法选择的 在自己有权利的时候 却不能选择跟自己最爱的人 过不同的生活 这大概是她最大的遗憾 粉丝看来 现在都不敢看大唐荣耀那个片段 会抑制不住的伤心 白蛇传说和大唐荣耀是真的虐心 粉丝的评论 可以看出这部电视剧的片段是很虐心的 并且大家看了之后会止不住的伤心 看到男女主都落泪 自己也会不禁落泪 当然 除了大唐荣耀这部电视剧很虐心之外 白蛇传说也是虐心的部分 这一个白蛇传说 人家伦跟杨子在线标演技引发大家泪崩 在我看来 李处转身的那一瞬间心里是很痛苦的 但他抑制住自己的眼泪不流下来 心痛却不能落泪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或许只有自己经历过这个角色才能明白 并且李处在转身之后 珍珠也流下了自己的眼泪 如此恩爱的两人最后却不能在一起 这也是这个剧本的遗憾 总的来说 这部电视剧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 同时也是任嘉伦演技飞跃进步的见证 通过这一部大唐荣耀电视剧 让大家认识到了广平王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不少人都喊着要当广平王妃 或许任嘉伦在演员这条路上不断成功 正是用一个个角色去塑造自己的形象 不知你们是否认为这部罪虐心呢